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如這個圖所示 一個指導線 懸疑兩極的中間 其長度方向與磁場方向垂直 就是說這個方向 電流的方向 跟磁場方向互相垂直 當導線上通有油軟相比的電流 如這個圖所示 則導線受到磁場的作用 所受磁力的方向為何 這一個的話 我們可以用這個公式 就是說 F 是等於電流 L x D 那這個可以用右手定則 右手定則 這個上是外肌 就四字揮拇指 L 是電流的方向 四字揮拇指指向 L 的方向 電流的方向 然後少向磁場的方向 磁場現在是往那邊 所以這電流方向 少向磁場方向 那拇指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電流受力的方向 所以是往上 所以這個是 F 的方向 F 的方向 那還有另外一個看法 就是說 你就給它做一個什麼呢 做一個線圈 做一個想像的線圈 想像的線圈 想像的線圈 想像的線圈的話 這電流這樣流過來 這樣流過來 流過來 它流過來的話 電流這樣扭的話 下面這個是 N 級 上面是 S 級 這個線圈 這個線圈是這樣轉 那這樣轉所以這邊是向上 這邊是向下 那我們只看這邊 所以這邊是向上 所以結論也是這個 當然線圈也可以做這邊 線圈你做這邊也可以 電流這樣過去 這樣流過來 那流過來的話 線圈這樣繞 所以這上面就是 N 級 下面是 S 級 好 那 S 對 N 的話 它吸引力 所以它把這個線圈 N 級 這樣吸引過去 這 S 級受到 N 級的吸引力 吸引過去 那吸引過去的話 所以這個線圈它會這樣轉 線圈它會這樣轉 那這樣轉的話 這個就是往上 這邊就往下 所以結論也是往上 還有另外一個規則 另外一個 這些規則都是 都是一大堆 一大堆你發明的 基本上就是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 還有一個所謂的 所謂的那個 右手開場定者 右手開場定者 它是什麼呢 它是說 就這樣子 就是說 這個什麼呢 這個 這個 拇指指向電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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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四字灰拇指指向磁場方向 那這個掌心的方向 掌心向上的方向 就是磁力的方向 所以你電流往這邊 磁場往這邊 這就是所謂的 這就是所謂的 右手開場定者 還有這種的 這什麼 這什麼呢 胡蘭明一樣的定者 我看來講這樣就好 不過的話呢 那一大堆規則的話 都是什麼呢 都是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來的 那我喜歡用 直接用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的話 你們到了高中以後 這個就是外機 到了高中以後呢 這個是數學 這套數學的話 像我們立舉 也是這個 用到很多地方 就一個規則就好了 不要那麼多規則 那這個規則就是說 四字灰拇指指向這個 向量的方向 這是一個向量 就有方向的量 這是電流的方向 它的方向是電流方向 這個是磁場方向 那四字灰拇指指向呢 第一個向量的方向 掃向第二個方向的向量 第二個向量的方向 然後拇指的方向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方向 就是整個的方向 這是整個方向 這是拇指的方向 所以答案的話呢 是往上 所以這個答案是 C是往上 對方向的方向 對方的方向